拜登擔心席家班亂搞是有道理的 中共近年频频施加经济胁迫的流氓行径 早就在国际之间引发了不满 从台湾的凤梨 挪威的鲑鱼 到澳洲的葡萄酒 中共都是说尽就尽 那么动辄他们以自身的贸易影响力作为武器 美国以及盟邦已经开始研究反制的策略 华府的智库就提出了打造经济北约 来对抗中国胁迫的构想 因为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 全球依赖中国 而中国也是依赖全球的其他国家 你可以伤害我的话 一定也有地方可以被我伤害的 如果美国的盟邦建立像北约一样的经济联盟 共同来采取行动 就能够让中国付出代价 那么智库的研究员 研究了去年全球的贸易数据之后呢 就发现中国对美国 以及对美国盟国的进口依赖度 高达七成以上的商品 超过了四百项 年贸易额大约是四百七十亿美元 将近一点五兆台币 而这其中许多的商品 中国境内都没有现成的替代来源 举例来说 生产太阳能电池版的银粉 中国几乎全部都要依靠进口 完全依赖日本 美国还有南韩 那么用在电池上 以及许多电子元件的 捏粉还有捏片呢 也都将近九成来自于澳洲 加拿大跟英国 中国酿造传统白酒用的高粱 大部分也都不是靠自己生产的 有将近三分之二都是来自美国 进一步分析中国进口的 依赖程度七成以上的商品 日本就占了120项以上 对于美国还有德国 依赖度较高的商品呢 也是不少的 对于南韩 法国纽西兰依赖的产品 都在20项以上 澳洲虽然只有14项 但是以贸易额来计算 高达106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的115亿美元 也是相当的可观 谢谢大家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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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